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黄信男子2016年底在PTT实业方发文原来林凤宁鲜鲜乳是加了许多化学物质的化工鲜奶,卫权公司认为商誉受损提告,由于距离2014年油品事件爆发已时隔两年,卫权也早已澄清林凤宁鲜乳没有问题,台北地检署罪医防害名誉罪起诉黄南,黄南一审法院后虽认罪, 单位与卫权和解,台北地院判刑3月,成为第一起因散布化工鲜被判有罪的案件,2014年间爆发顶心列油事件,民众也将矛头指向顶心旗下卫权的产品林凤宁鲜乳,网络上纷纷出现各种化工鲜的传言,卫权当时就有空告散布谣言的网友及杂志负责人,但因当时许安问题炒震热, 北检认为属于可受公平之事,统统处分,不起诉,隔年顶心负责人为英虫一审或判无罪,民众利用美式卖场退货机制,发起面顶心动脉苗买退鲜奶,导致胃权严重亏损。 2016年间,黄南又在网络上发文,笑话,爱林凤宁的看仔细了,再次点名林凤宁先入加了许多化学物质,并称今晚上十点,公示第十三台已经查出来了,未承认为黄南赞布不实谣言,控告他防害民欲。 黄南到案后承认发文,但辩称转载只是要提醒民众注意,并非恶意诽谤,但从财团法人中央处产会CAS油粮农产品证。 明标章产品检验审查总表,103年度油粮农产品查核及检验计划分析报告表,SGS食品实验室台北测试报告等公开资料中,都可轻易确认林凤宁先入不是化工奶。 此外,距离列游事件时隔两年,许多专项早已公开,公示也曾澄清无相关报道,黄南却毫不查证就直接贴文,北检才会将他起诉。 黄南到了法院虽改口认罪,但最终未与未权达成和解,法官依防害民欲罪判他三月徒刑,可一科罚金九万。 黄南是后卫上诉,全案定验,双方明示官司目前仍在进行中。